山智自两年后归来,表现一直不佳,进入新世界后,频频被人打断腿,万国篇章中更是沦为了打酱油角色,战力上并没有多大可观的提升,但其实,蛇伏的越深,将来反弹的将会更厉害。 别看现在山智表现不佳,韦田早以为山智埋下了四个致命的秘密杀招,剑纹色霸气,自从两年后归来,草茂海贼团三大战力都修行了霸气,陆飞被称为是最强霸王色霸气,索隆被称为最强武装色霸气,而山智则被称为最强剑纹色霸气。 当然,山智究竟是不是最强之称,尚可两说,但他目前的表现来看,剑纹色还是很强大的,在四皇大妈茶会的婚礼上,大妈海贼团设计杀害山智,引发动乱。 最强王妇卡塔库利把唐斗射向山智,却在山智强大的剑纹色感知力下躲开了,难道卡塔库利没有预知到山智会躲开这一个未来,足以证明山智的剑纹色还是十分之强大的,变身器。 在万国篇结束后,文斯默克家族塞给了山智一个变身器,纵观万国篇章中,山智的表现确实差强人意,没有能够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。 对此,似乎伟田也觉得山智这样战力确实上不了台面,故此给了山智一个变身器,文斯默克家族的科技战力也是十分强大的。 山智或许是嘎致血统因子改造下最成功的人,再配上变身器,说不定能够爆发出无与伦比的能力。 既然伟田给了山智变身器,那么后期自然是会使用的。 速度,如果将来草帽海贼团与海军对上,有可能的战力排布,就是陆飞VS赤犬,索龙VS藤虎,盛平VS绿牛,而山智VS黄元,山智是既有可能对上黄元的, 但黄元是闪闪果实能力者,速度渐长,跟黄元战斗起码速度的跟得上。 山智就是角力渐长,西纪为王,腿部发达自然速度就跟得上了。 如果说雷九是巨都粉,一智是火花红,一智是电击蓝,永智是角盘绿,那么山智极有可能是闪光黄,是速度渐长的黄色变身器,死亡魅眼,死亡魅眼,可是人妖黄一万科夫的必杀绝招, 是通过高速眨眼产生的爆炸风,威力极大。 当然,这不是恶魔果实能力,那么山智也是极有可能学习了死亡魅眼,估计山智隐藏的那只眼睛就是伏笔,死亡魅眼的威力可是连大将都不敢硬抗的。 如果山智学了这个技能的话,足够有能力吊打黄元了,毕竟一万科夫这一招,可是能够把赤犬都炸散成元素化的岩浆,目前山智把那一只眼睛遮了起来,神秘至极,不许揭开的时候,就是吊打黄元之石。 春风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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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風风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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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风 感谢观看